力气是差点 被这个水中的小猫贼啊 愣生生把这猪肝抢夺下来 抢夺下来 到了贼手里 这猪肝就成了兵器 小贼多厉害 开始啊 捅捅捅 他直升飞机里水面就一米多高 这贼想把他这直升飞机给捅下来 你还别说 当时情景真叫一个悬 周围群众一阵惊呼 眼瞅这猪肝啊 就把这直升飞机捅的是一个链切 一个链切 咱这直升飞机好汉流 也是这个胆大心细 欲使不慌 对吧 他一边架着飞机 跟水塘里这小贼用竹杆之间 在缠斗 他一边在心里心思 说这样下去 我这个飞机跟竹竿 老这么砸来砸去 也不是办法 闹不好 大家一起全玩这水塘里了 他说 虽然我的这个直升飞机上 是有这个抛补的渔网 但是即便是我这一网 把这小贼捞上飞机 我该怎么制服他 我们俩人如果一旦对打起来 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他倒有自知之明 所以这个刘老板开始琢磨 这事怎么办 不行 还得调用啊 其他的军兵种啊 已然是保时捷 有陆军了 空军这出尽了手段 怎么办 他突然想起来 他还有海军方面的科目 私人汽艇 刘老板 划 私人汽艇 奉刘老板之命 调到这个小水塘 现场 刘老板当时就要给这小水塘玩儿 冲浪 正在这个时候 郑贵军到了 公安的特警部队到了 咱们这个特警队 要不说都是抓贼的 但是跟这个民企 民间的这个富豪 刘老板相比啊 那真叫一个贫寒 就带了一艘橡皮艇来 但是您这就看出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是吧 好使的东西不用多 人家这个专业特警来了 就刘老板 你的这个心是好的 但是 这么个小水塘 您把您这私人汽艇 豪华汽艇开过来啊 产生的这个风浪 弄不好 能把这小偷给弄死 是吧 这时候还是我们橡皮粥 比较好使 警方就划了个橡皮艇 层层层 划到小贼身边 上来吧 就这么一网成琴 这就是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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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板啊 跟这个警方最后合力 忽悠 你看这个前期的忽悠 主要是刘老板的海陆空 全豪华 兵种 最后警方一橡皮艇 把这小贼给拿了 当然 头工得算咱们好汉流 所以啊 东莞市不含糊啊 东莞市建议用美啊 讲 结果呢 咱这个政府穷啊 东莞市讲 广东省也讲 两下里奖金加起来 你才有多少 四万块钱 四万块钱 讲给这个 私人飞机刘老板 结果咱这好汉流 您就看出 什么豪气 说四万块钱 谢谢政府啊 我自个儿 再给你加上十六万 咱们添一个整 二十万 我给他捐出去 好家伙 刘大善人 刘大义士 美名传遍东莞 这事 在网上 大家这个也是热砍 都是在传送 这个私人飞机 抓小贼 这个故事 可是呢 聊到后来啊 中国人向来啊 就是聊这件事啊 就跟你聊另一件事上 建议勇为 建议勇为聊够了 大家的注意力 慢慢开始聊到一个什么话题上 就是啊 这个刘老板的私人飞机 好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最近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 大国崛起 不单是让世人刮目相看 听说呀 也引起了外星人的注意 您注意到没有 最近中国上空 多处地方 惊陷 UFO 不明飞行物的踪影 而且有新闻为证 前一阵就是很近的时候嘛 杭州萧山机场突然间关闭 18个航班进出航班受到影响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一架正在降落的这个飞机 突然发现在机场附近上空 有不明飞行物 就是一个光点 身后拖着个长长的尾巴 在移动 这下子就慌慌慌了神了 所以赶快封闭机场 然后到最后啊 很当回事啊 这个什么民航局啊 或者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呀 来进行考证 这儿还没考证出个结论呢 新疆方向上 新疆方向上 又发生了不明飞行物 都有照片嘛 咱们在网上看得到吗 有目击者说 就是一个 好像是个圆形的发光的物体 还是盘旋着飞行 从南往北飞 还是从东往西飞 身后还留下一个扇形的 这样的发光的运动轨迹面 你说这个神不神 而且直到今天 新疆那个不明飞行物啊 被定为确实是疑似UFO UFO也就是不明飞行物 就说弄不清楚 但是呢 杭州萧山机场这一起啊 虽然也不能确证 但是基本的推测是什么呀 不是外星人 就是咱本地人 私人飞机啊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啊 这个江浙地带 那富豪多呀 很多富豪啊 现在都买私人飞机 而且玩飞机 有一种啊 他们爱玩的一种运动 我看这玩意儿跟飙车差不多 叫黑飞 什么叫黑飞 就是说啊 没有这个飞行驾照的那些老板 但他好玩飞机 或者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合法的飞行手续的 他怎么办呢 他往往怎么玩啊 趁人不备啊 蹭一下子 冲上天空 翱翔片刻 赶快降落 这玩意儿叫黑飞 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玩那个叫叫叫叫什么往下跳的那个那那个玩意儿啊 这个这个所以说这种当地的不少这个温州的网友都说呀 这种黑飞现象我们这常见 有时候天空中啊 经常看着藏一下一飞机上去哗一下就降下来 这就又引出一个什么问题啊 中国的这个低空啊 在低空的这个空域没有向民用航空器开放的 而且另一方面呢 相关的这种通用航空的呃 私人飞机飞行的呃很多个交通这个法规啊 也还迟迟没有出台 可是另一方面呢 近些年来 私人飞机的这个购买量 在中国呀 激增 据专家预测 未来10至15年 中国通用航空市场将呈现巨大增长 全国私人飞机的拥有量将从2006年底的11架增加到2020年的2000架 最近中国的私人飞机 最有名的一架 那得算本山号 好家伙 两亿元 一架飞机 本山大叔的这个预架 最近本山大叔是坐着本山号 拉着小沈阳 预驾亲征 空降台湾 哎 这个这个刘老根大舞台嘛 校传台湾行 台湾人也得看呆了 而且有人帮本山大叔算账啊 还说这飞机啊 比如说飞趟重庆啊 停在江北机场 露天停机坪 停一晚上 而且这个飞机的这个燃油费啊 一个小时 一万五 再加上各种什么飞行员的工资啊 保险啊 什么航线费的 七七八八加起来 就他来回飞趟重庆的这个费用 超过十万 рук活的 给我看 我也不行 再尽量了 准备